救護車緊急趕到現場將騎士送醫 24號晚間 19歲的男子 行進台南安南區台江大道時 疑似撞上倒下的露樹 遭樹枝穿刺胸部送醫不治 回到事發地點 騎士的拖鞋還遺留現場 疑似就是這棵五年樹林 約三頓重的銀河歡 因為中空倒下釀貨 家屬接獲消息難以接受 痛失親人 慈濟志工第一時間前往關懷 慈濟人就背著一個不捨的心 想要去安慰媽媽 因為大家都是以媽媽的心 來關懷這個孩子 零星男子在家中排行老二 家境小康 家人婉拒慰問金 要留給更需要的人 志工也將繼續陪伴家屬渡過難關 大愛情節性王昭中 台南報導 呼嚴距 拜託 我今天說